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我开始在梦中梦见一个美到让人窒息的女人 然而梦醒时分 那女人的姓名总是会从记忆中莫名其妙地消失 在一次偶然之下 我们在现实里相遇了 不巧的是 她是我女友柳如烟的姐姐 这天柳如烟说让我参加家族的晚宴 走的时候我在门外听到柳如烟在电话里和人交谈 她说这次把我带回家 看一腾城还能不能沉得住气 本来我以为柳如烟是因为爱我才和我在一起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她只是为了其他的白月光 我甚至有些好奇柳如烟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第二天的航班柳如烟定的是至尊VAP仓座 上飞机后她开启最新款的降噪耳机 示意我不要惊扰她休息 我也瞇了一会 没多久就进入了梦乡 可朦朦中的动静让我再次睁开了眼 眼前的女人伸出双臂抱住了我 炙热的温度从她娇软的手心传来 虽然每一次的梦都是如此熟悉 但每一次我的内心总是一阵悸动 如今我几乎是隔几天就一定会梦到这样的画面 她确实是个美到让人惊叹的女人 皮肤白皙 五官精致 身上的线条凹凸起伏 此刻她用那纤细的手指在我脖子的草莓上肆意拨弄 妇媚的问道 穿得这么帅是有什么事吗 我回应着她的主动 今天要和女友参加家宴 文言女人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她优雅的声音带着雌性 还有一丝醋意 不能只做我的男人吗 我摇摇头嘲笑道 你都不是真实存在的 这一切只不过是镜花水月 这时 耳边传来阵阵让人头疼的耳鸣声 睁开眼我看见柳如烟正好奇地盯着我看 锦安 你的脸怎么这么烫 说吧柳如烟还摸了摸我的脸 我摆摆手说可能是因为有点热 心中却暗想怎么又做梦了 每次在梦中询问女人的性命 醒来时关于她身份的那部分梦总是记忆全无 只有梦中的体验清晰到仿佛真实发生过的一半 我私下里咨询了医师 医师表示 谁满则意 更何况我这样的年轻小伙做点白日梦也算正常 想到刚才的梦我只觉得身体有些微微出汗 虽然和柳如烟在一起了 但在感情方面自己依旧还是个涉事未深的纯情少男 飞机降落后 柳如烟在一旁的行李提取去拨打电话 注意到我取回了行李 她迅速结束了通话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她对我说 锦安 我姐是嫡长女 也是整个集团地位最高的人 到了风家碰到她记得说话谨慎点 可到了一处豪华庄园后 当柳如烟的姐姐真的从公司回来出现在晚宴上时 我却目瞪口呆 因为我发现眼前的女人就是我梦见的人 她一头乌黑的长发 虽然穿着西装包囤裙 但依旧能看到曼妙的身材 柳如烟恭敬地向她的姐姐打了个招呼 然后为双方都做了介绍 此刻我终于知道了梦中女人的名字叫风吹雪 如烟与徒劳顿了 风吹雪的声音不大 四银铛般清脆悦耳 却又带着一丝强大的气场 她用高冷的眼神扫了我一眼 然后静止向屋内走去 吃饭期间不少人都饶有兴致地问了我一些问题 我用余光看向对面 风吹雪正专注地吃着水果沙拉 仿佛压根没有再听我们的谈话 我想想也是 风吹雪顶多就是哪天在新闻或者杂志上被我看了一眼 然后她犹如潜意识般出现在了我的梦里 她怎么可能认识我 这么一想我一下子安心了许多 这时风伯父给我盛了一碗烫 她笑着对我说 小安 听如烟说你在学校里都是前几名 希望你日后能多多辅导她 放心吧伯父 我对如烟是真心的 话刚说完 我突然感觉有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本能地抬头打量四周 可对面只有风吹雪正忙碌地看着手机 我心中疑惑 难道只是我想多了 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 我开始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风吹雪很少会出现在家里 碰巧的几次相遇 她也仅是以李洁兴地点头示意 所以我也越来越确信 那只是代表我自己的梦 风吹雪肯定什么都不知道 这天天气突然降温了 但我这次过来并没有带比较保暖的衣服 结果第二天我因为硬撑就受了凉 体温还飙到了39度 可柳如烟却对我说她约了闺蜜 实在没办法照顾我 让我躺在床上好好休息 说完就扬长而去 我躺在床上头昏脑胀 几乎无法分辨自己是不是真的清醒了 迷迷糊糊中只觉得嗓子犹如火烧般的疼 只好晃晃悠悠地从床上爬起来 去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回卧室的路上我看见书房的门板开着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经过极短暂的思索我就确定 只存在一种合理的解释 我现在肯定又是在梦里 既然如此那也没什么好怕的 我不履蹒跚地走入书房 满怀憋屈的褒伯风吹雪的药 将他抱到了自己的腿上 我蹭着他的脖子虚弱地对他说 发烧了 他稍微犹豫了一下 然后问道 退烧药有吗 有 刚吃过了 多喝点热水去捂上被子睡一觉 我依旧闭着眼睛 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 周围有淡淡的香味 我把头靠在他的肩上 你知道吗 我在现实里遇见了跟你很像的人 但我可以肯定你们不是同一个人 他饶有兴致地问道 哦 那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我驾轻就熟地拨开他衬衣领口地扭扣说 你是我梦中的幻象 你锁骨这里有若隐若现的红色小胎记 我再熟悉不过了 每次梦见你 我都吻过你的胎记 说着我再次用手指倾触他的胎记 风吹雪却握住了我的手 戏谑地问我 你不是说你对柳如烟是真心的吗 我一脸疑惑 谁 对谁真心的 淋漓呼呼中我猛地瞪大了眼睛 等等 你 你是说柳如烟 你怎么知道柳如烟 我突然感觉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 一瞬间思绪混乱起来 我用力捏了捏自己的脸 好疼 难道我不是在做梦 我终于意识到 此刻被我抱在怀里的人是风吹雪本人 锦安 风吹雪用清脆的声音叫了我一声 我只觉得那声音让人心神荡漾 他嘴角上扬 露出一个邪魅的笑容 梦里问了你这么久 现在终于知道你叫锦安了 一瞬间我的CPU直接超负荷了 啥意思啊 难道我和他所有的梦是时时同步的 此刻风吹雪依然坐在我的腿上 他的工作服有些凌乱 原本高冷的眼神里 还有一丝我捉摸不透的声气 就在这时 客厅里传来了柳如烟的声音 锦安 你在哪呢 我心中一惊 现在我和风吹雪这个姿势 万一被柳如烟看见那就要闹乌龙了 片刻后柳如烟走了进来 姐 你看到锦安了吗 我想了想还是带她去医院看看好了 免得影响我的证实 风吹雪依旧在低头流浪文件 只是淡淡地说 没有 此刻我正蹲在书桌下面 平住呼吸 生怕发出任何声响 身边是穿着黑丝的大长腿 还有风吹雪淡淡的香水味 柳如烟坐到了风吹雪对面 她说也许我去上厕所了 坐一会等等看 随后拿起手机刷起了短视频 我蹲了一会实在是蹲累了 就想在地上坐下来 结果后背撞在桌子上 发出了一声响 柳如烟疑惑地问 姐 什么声音 是桌子下面 说把她起身朝风吹雪这边走来 就在快要到桌子背面的时候 风吹雪拉住了她 给你二十万 把我那只猫带去洗个澡 有点胃了 柳如烟没好气地吐槽说 洗个猫安排管家去就好了 风吹雪抬起头看着她 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 让你去就去 剩下的钱都归你了 行吧 保证帮你洗的方向四亿 柳如烟说完便找猫去了 直到别墅恢复了寂静 我才在风吹雪的搀扶下站起来 我直接了当地问她 你该不会和我做着相同的梦吧 风吹雪点点头说 似乎是的 为了确认一下是否真的是如此 我和她分别说起了梦中的事 风吹雪说首次梦见我是在医院 她向我倾诉了许多心中的烦恼 后面几次两人开始相互倾心 第五次的时候我们接吻了 第十次开始剧情 向着我难以抵挡的方向发展 看来 我们确实会在同一个梦境中相遇 我感觉自己现在的情况 犹如科幻般让人震惊 在震惊的同时身体也传来振振虚弱感 风吹雪扶着我回去休息 在走廊上 我们遇到了迎面走来的清洁女佣 女佣的眼睛逐渐睁大 呆站在那里惊讶到连论后都忘记了 风吹雪淡淡地说 你什么都没看见 平静的语气却让人听着毛骨悚然 女佣迅速离开 边走边说 刚才白内障饭了 看什么都模糊 风吹雪让我安心休养 说女佣会守口如瓶的 我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和她说话 闭上眼睛直接睡了 傍晚柳如烟带着洗过的猫回到家 她说让我下周和她参加一个聚会 到时候别给她丢脸 话刚说完 她皱起没用鼻子使劲嗅了嗅 这香味好像在哪里闻过 虽然刚才我把风吹雪当成了梦中的人 但此刻我还是有点心虚 不会被发现吧 随后我听到她自言自语地说 好像是女佣心买的香炫 下午书房里也是这个味 这味道还行 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柳如烟在床边坐下 散漫的深了个懒腰感叹道 我姐终于出国谈项目去了 重获自由的感觉真不错 经过几天的休息 我的感冒也完全康复了 临近元旦的时候风吹雪才回来 今天也是柳如烟说和我一起去参加朋友聚会的日子 虽然柳如烟在风家是养女的身份 但是在外头无论走到哪里 她依旧是引人瞩目的富二代大小姐 这天在包厢里 柳如烟的闺蜜悄悄地问她 是不是真的带着新男友来骑伊藤城 还说这个新男友看起来并不比前男友差 柳如烟摇摇摇头说 锦安怎么能和阿诚相提并论 等阿诚回心转意了 我就把她甩了 说把她举起杯子对所有人说 今晚一醉方秀 这时有人开玩笑说道 你喝得烂醉回去不怕风吹雪教训你一顿吗 柳如烟似乎是想起了什么有趣的事 不怕 她今天莫名其妙相亲去了 估计对方也是哪个集团的继承人吧 我可没见她以前对这方面的事伤心过 这时一个帅气的男人从门外走了进来 众人纷纷起哄说笑草来了 伊藤城对着所有人微笑示意 当他看见柳如烟身边的我时 虽然依旧微笑 但我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到挑衅的意味 有人识趣地把柳如烟身边的另一个位置让给了伊藤城 我借过去了趟洗手间 在洗手台洗手时 我从镜子里看到了身后的伊藤城 他依旧用挑衅的语气问道 刚才在大家面前 你是不是给我眼色看了 我知道伊藤城是来找事的 我没有说话 推开他朝外走去 结果伊藤城的两个朋友抓住我的手臂 伊藤城投来鄙夷的目光 你一个穷鬼 买得起这身衣服吗 今天就要让你明白 不知好歹黏着如烟是什么下场 我极度愤怒 却无法挣脱开两个人的控制 直到我犹如一个小丑一般 身上的西装被剪成了一条条柳絮般挂在身上 伊藤城才让他的朋友放开了我 我二话不说一把揪住伊藤城的衣领 扣住他的脖子就将他按进了洗手池 对身后的拳打脚踢不管不顾 伊藤城剧烈地挣扎着 在水中发出哇哇的声音 给了他一个教训之后 我松开手淡淡地说 看来如烟的眼光确实不怎么样 就算你心里不平衡 也没必要找我 此刻伊藤城的脸上 还有水顺着额头从下巴不断流下 他吐出一口水愤怒的咒骂道 锦安 你找死 聚会的房间就在洗手间不远处 柳如烟与众人听到动静都纷纷赶来 伊藤城看着柳如烟 指着我质问道 如烟 你让这个混蛋东西跪下给我道歉 我就和你复合 另外两人也添油加醋复合 我是如何教训伊藤城的 柳如烟无法忍受这样的挑衅 立刻向我投来不悦的目光 锦安 你知道该怎么做的 我抬起双手 向众人展示一身烂掉的衣服 笑了笑反问道 伊藤城对我做了什么 是个人都看得见吗 你指望我道歉 别做梦了 说着我拿起洗手台上的剪刀绕在手指上转了转 缓缓向伊藤城走去 然后猛地插进伊藤城身边的盆栽里 吓得伊藤城身体一抖 瘫坐在地上 我转身淡淡地对柳如烟说 我们分手吧 以后我们互不向前 柳如烟脸上露出讥讽的表情 他疑惑地问 锦安 你能主动提分手确实让我省了不少麻烦 该给的补偿我都会给你 不过你真的舍得离开我 灯光映照下 我一半的脸在阴影中看不出情绪 如烟 我对你确实是真心的 但我没想到你不是 你只不过是在利用我罢了 我就是想好奇看看 你利用我究竟会做到什么程度 从今往后我们最好永远不见 说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话音刚落 我突然感到背后的气氛有些异样 我转过身看到风吹雪正站在不远处 他显然已经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因为背着光 我并没有看清他此刻的表情 风吹雪脱下自己的西装披在了我身上 虽然小了一点 但至少让我看起来不会太狼狈 接着他向柳如烟那边走去 柳如烟看到风吹雪 一时间也只是沉默着没有说话 我听到围观的人议论说 风吹雪是在这个酒店相亲 所以才恰好出现在 我和柳如烟分手的现场 一腾成笑着离开 擦身而过时耳边传来了他的警告 等着吧 你的行为让风家丢进了脸面 哈哈哈哈 我吃之以鼻 我可不会傻傻地期待风吹雪 在这种情况下会站对我这边 梦境终究只是虚幻的 柳如烟作为他的家人却是真实的 现在不走 还等着酗旧吗 我将他的衣服交给了酒店服务员 然后迅速离开 那晚我搭乘了夜行列车赶回医院 之后换了号码 我要陪伴父亲完成手术 随后还要着手寻找工作的事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过去了数月 虽然辛苦但很充实 时至七月 这天有朋友向我透露 毕业那天柳如烟在学校里等了我一天 但他却什么都没等到 朋友说当时柳如烟的神情满是茫然与沮丧 我不知道柳如烟现在还假惺惺来找我做什么 但我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瓜葛 而风吹雪也从我的梦中消失了 时光荏苒 转眼又过了数月 我在自己的老家稳定了下来 除了加班工作 其余时间我都在照料父亲 生活宁静无波 但一切都是值得的 直到今天上班时 同事和我说公司被风式集团注资控股了 还有小道消息说 会有一位新的CEO空降公司来进行管理 风式集团是个庞然大物 我并没有心情关心这些无聊的事 心想只要不裁员就行 没想到第二天我就意外遇见了风吹雪 电梯里几位公司高层站在风吹雪的身后巴结着 我站在电梯门外心中暗暗感叹 他还是没变 在众人面前时总是摆出一张高冷无比的脸 只有梦境中的我知道 他也曾对我炙热如火 也曾对我深情如水 这是一位经理表示电梯快满了 让我再等他 我佯装无奈地点了点头 巴不得与他没有任何交集 结果风吹雪却突然用平淡的声音说 我这边还能挤一挤 进来吧 我无言以对 最后也只能在这不大的电梯内和风吹雪几乎贴身站着 我的部门主管开口给风吹雪介绍 风总 这位是企划部门的小安 国家211工程魔度某乡大学毕业 风吹雪用那双乌黑明亮的眼眸打量着我 片刻后才开口说 锦安 你好像瘦了不少 他这语出惊人的一句话 瞬间让电梯里的公司高层都差一步 那天中午 风吹雪更是让员工们深刻明白了 霸道女总裁的才字应该怎么写 他给全公司都订了特级午餐 但我没有吃 只是去外面吃了点面 我知道风吹雪订的这份餐应该很贵 食材看着就很高级 所以我心里想着带回家给生病的父亲尝一尝 由于长时间在工作和照顾爸爸上来回奔波 我身体上有点力不从心 下午我乘坐电梯的时候 一只白皙的手拦住了电梯门 风吹雪走进电梯 此刻四下无人 他的眼神变得柔软了一些 锦安 我们谈谈吧 我跟着风吹雪坐进了他的劳斯来寺里 注意到我带着中午的那份午餐 他问我是不喝胃口还是有什么食材不爱吃 我没有过多解释 只是问风吹雪特意来找我是不是为了柳如烟的事 如果是要我向柳如烟道歉 那就没必要谈了 风吹雪摇摇头 他说只是因为从梦中到现实之后 我们之间还没有好好坐下来谈过 我告诉他我们是不同阶层的人 真的没有什么好谈的 而且也谈不到一块 风吹雪却笑着表示他之所以收购我的公司 就是为了在工作上能和我聊到一块 我有点好笑 有钱人的办事方式就是不一样 但此刻因为劳累我有些晕血 就闭上眼靠在了座椅上 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 风吹雪撇了我一眼 他拧开保温杯给我倒了一杯水 我打去道 风总 这是你自己的杯子吧 他依旧端着水笑着说 锦安 我并不在乎 我丝毫不给他留情面 有钱人玩的就是花 一个未婚夫不够 还要在外面找个大学生玩玩 对了 是不是睡觉的时候梦里还能再换一个 风吹雪却告诉我他并没有未婚夫 上次去相亲也是因为对方家族与风室友商业往来 所以他不得不参加 并且已经明确了他早就心有所属 我问风吹雪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风吹雪凝视着我 眼神中透露出柔和 锦安 我心中的那个人就是你 我资产比如烟更多 我的生活也只有工作 我更没有恋爱经历 除了在梦中和你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这突如其来的直接表白让我错不及讽 直接表白就罢了 何必还要贬低他自己的妹妹 一年多未见 见面第二天就深情表白 实在是让我不知所措 我心中不禁感到有些茫然 风吹雪似乎并不急于求成 缓缓地驾驶着车子 我故意自嘲地说 我这个人喜欢钱 风吹雪听后没有犹豫 只是淡然一笑 锦安 我有钱 我的钱就是你的 我再次胡扯一堆 我偏爱身材健美的 前突后翘又没有坠肉的女人 风吹雪很自信补充 我相信我符合你的审美 毕竟在梦里你已经体验过 好像还很享受 我感觉自己被打败了 一时间无言以对 风吹雪提起了上次 我与柳如烟分手的事 她说因为我突然的消失 她已经暗中让人找了我需久 她不愿意大张旗鼓地 动用太多资源找我 是怕我会因此更加躲避她 所以最后她选了 最低调和耗时的方式 最后通过工作接近了我 所有的话都说明白后 风吹雪再次恳求我 希望我能做她男友 这一次我同意了 但条件是 我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受到影响 所以两人的恋情暂不公开 风吹雪完全尊重我的决定 她对我言听计从 如同在梦中一样听话 但有时这个表面 高冷内心热烈的女人 也挺让人头疼 例如在公司举行项目会议的时候 负责人在上面介绍 项目的企划方案 风吹雪却在偷偷查看手机 那副神情显得极其克制 然而实际上 她悄悄把昨晚在家中 身着校园制服 跪着拍照的姿态发给了我 另一只手还做了个笔心的动作 我的手机消息弹出 锦安 喜欢吗 我被聊得犹如被一群小蚂蚁咬了 现在可是在开会 风吹雪发了一个 委屈巴巴的表情 真的不喜欢吗 好难过 殷殷殷殷 这谁又能抗拒得了呢 半个月之后的一天 我家的房门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我刚洗完碗 没多想随手就打开了房门 引入眼帘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柳如烟手上拿着鲜花 她脸上的表情有多兴奋 我就有多厌烦 锦安 我找了你好久 终于通过你的一个发小找到了你 我不耐烦地问 我说过最好永不相见 你找我干嘛 柳如烟脸上有点难堪 但她还是说了出来 我想要和你重归于好 我有点疑惑 他们两姐妹都是这种有话直说的性格吗 这是屋内风吹雪的声音传来 锦安 是你点了外卖吗 当风吹雪和柳如烟两人目光对上的时候 整个世界犹如被按下了静音键 几秒后 柳如烟才反应过来 姐 你怎么也在锦安家里 我不知道风吹雪会怎么回答 至于她为什么在这里 自然是带着她的制服过来 给我表演贵宗卖萌的 我的思绪迅速转动 随即说道 风吹雪是我的上司 特意来催项目企划进度的 柳如烟感到困惑 林秘书在哪里 我瞎说了个理由 林秘书请假了 然后随手拿出一个抽屉里的空文件 加放到风吹雪熟 您所需的资料已经准备齐全 麻烦您顺便带走您的魅力 柳如烟自然不愿意就此离去 静安 过去我确实利用了你 你走之后我才明白你在我心里有多重要 现在我和一滕城也已经彻底断绝了关系 我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我淡淡地问柳如烟 人都爱失去后幻想再拥有吗 先是伊藤城 现在又是我 你换个人吧 我无福销售你的爱 说完我就关上了门 柳如烟并未放弃 甚至执意来到我们公司工作 很快上到高管下到宝洁都知道了我们的事 她说来公司就是为了能重新和我在一起 柳如烟开始对我关怀备志 她几乎每天都给我带早饭 就差在办公桌旁为我按摩了 我怕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 事情会变得复杂起来 因此在一个中午我把柳如烟约到办公室 再次明确地表达了我的立场 我告诉她自己所期望的仅仅是平静的工作 希望她不要把我原来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柳如烟似懂非懂的喃喃说 那我低调点 我告诉她这不是低调的问题 求她赶紧回去过她的大小节生活 不要再来打扰我 柳如烟却坚定地说 静安 不管你怎么想 我都决定留在公司 我真的发现自己对你有很深的感情 就在柳如烟再次自顾自说的时候 我看到风吹雪假装经过偷听我们 如烟 请你尊重一下我的意愿 你这是在坟头蹦底 自觉坟墓 我只会对你更加反感 柳如烟没有再说什么 她就准备失神地走出了办公室 自然也没注意到前脚心不在焉的她刚走 后脚风吹雪就迅速溜了进来 然后锁上了门 风吹雪悄悄地锁上了门 然后二话不说伸出双臂抱住了我 她娇软的身躯咄咄逼人般把我压在了墙角 梦中那无数次让人沉沦的花瓣再次扑了上来 一阵毫无喘息机会的温存之后 我打拒道 柳如烟的傲慢早已荡然无存 每当我发现某处有一样的目光时 总能抬头看到柳如烟在角落默默用忧怨的眼神望着我 年关将至 我们部门组织了一次聚餐和团队建设活动 风吹雪也出席了这次活动 众人都认为她来参加是为了提醒柳如烟不要喝醉 在聚餐期间 同事们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 柳如烟选择了接受大冒险的挑战 就在众人起哄要刘总监和我接吻的时候 风吹雪的脸黑了下来 她突然以工作上的事为由行我出来汇报 我也趁机溜了出去 有个同事吐槽说风总这休息的时候都不忘工作 太无趣了 风吹雪冷冷的瞥了一眼 众人便心领神会的安静下来 在隔壁的一个房间里 风吹雪靠在我的怀中 脸上还有些许恼怒 她温热的鼻息弥漫在我的颈部 传来一阵阵苏玛的感觉 静安 我可受不了这样继续下去了 我们官宣吧 我告诉风吹雪再等一等 等这次的企划方案顺利完成 等我取得一些成就 如果现在官宣 我只会被人当成是关系活 我爸也不希望我毕业后 只是成了风大小姐你的附属品 面对我的坚持 风吹雪想咬牙坚持又感到委屈 似乎在发泄情绪般轻咬我的耳朵 咬完耳朵 笑咽的花瓣缓缓移到了我的唇上 连绵的戏文几乎让我无法呼吸 屋内气氛暧昧 外面喧闹不断 这时柳如烟的声音突然从外面传来 我姐和景安怎么这么久没回来 我去看看 门被打开时 一切宛如未曾发生 我手中拿着一叠文件 风吹雪在窗前接电话 回到KTV包间时 众人都已经微醺 也没人注意到风吹雪紧步 那个浅浅的吻合 聚会结束时 我再次狠狠地拒绝了柳如烟 说送我回家的要求 如烟 曾经我确实真心喜欢过你 但是那也只是曾经了 而且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 所以我们不会再有任何可能 柳如烟几乎久一全无 原本恍惚的她瞬间清醒 神情呆滞地问我和谁在一起了 但我只是冷冷地告诉她 这一切都与她无关 数日之后 我仍在医院陪伴并照料着我的父亲 在医院走廊取开水的时候 我再次碰到了风吹雪 她说有个亲戚身体不太好住院了 所以来看看 问我为什么也在医院 这是一个经过的医生告诉风吹雪 这个孩子真了不起 是个才华横溢的大学生 读书时就勤工俭学 为父亲攒够了手术费 每天下班后还会来看望她爸爸 最近又雇了看护人员 风吹雪有些心疼 她带着自责的语气说 锦安 是我这个女友不称职了 至今都没发现你的困难 难怪一年未见你瘦了这么多 风吹雪陪我看望了父亲 然后她说一定会帮我治好爸了 并且会把我爸转到最好的医院去 请最好的专家来治疗 风吹雪还主动提出 她可以承担这笔转院的费用 我陷入了沉思 这笔费用并非小数目 我不愿意无端欠下风吹雪这么大的人情 似乎看穿了我的顾虑 风吹雪郑重地看着我 锦安 我有话想对你说 可能有些冒昧 你愿意和我共度余生 做我的丈夫吗 我愣愣地看着风吹雪 过了好一会儿 我才确信自己没有听错 但这一次甚至比她之前的表白更加出人意料 我问风吹雪难道仅仅是为了帮助我父亲 就把她自己的婚姻也搭上吗 风吹雪摇摇头表示不是这样的 她说想和我结婚是为了她自己 她想要将我彻底据为己有 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柳如烟踢出去 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希望我只属于她一个人 我有些犹豫 吹雪 我需要一点时间考虑考虑 我会给你时间 但是希望你别让我等太久 接下来的几天 我避开了风吹雪 我不愿给她不切实际的希望 毕竟我和风吹雪身份悬殊 所以我需要仔细思考这件终身大事 一次在风吹雪的劳斯莱斯上 我再次向风吹雪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为什么选择我 难道仅仅因为梦中我们恋人的关系吗 风吹雪说她自出生起就是为了别人而活着 她只是家族管理产业的工具 所以她从小起就没有期待 没有因为任何事疯狂过 没有像柳如烟那般在酒精里放纵玩过 也没有在赛道上示意地飞驰过 甚至在遇到我之前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她认为她这一生注定是到老也没有办理的 我似乎理解了她的感受 风吹雪活得高高在上 却犹如一颗棋子 但这并非出于她的本意 自小就承载着整个集团的期望 即便物质生活富足 精神上也感到麻木 风吹雪的目光变得深邃 似乎是在回忆往事 静安 在梦见你之前 我实际上一直饱受焦虑的折磨 那时候我夜不能累 全凭住眠要维持着 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自己的病情 你拥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在梦中你愿意与我分享许多生活中微不足道 却非常有趣的故事 渐渐地 我感到焦虑有所缓解 甚至可以不靠药物安然入睡 我开始与你相互倾心 之后更是渐渐爱上了你 风吹雪略带羞涩地低下了头 说毕竟她自己是个非常渴望爱情的人 我打去她 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 那怎么报道我呢 风吹雪认真的看着我说 以身相许 话音落下 她凑近吻了上来 车窗玻璃上渐渐弥漫起了一颗颗晶莹的水屋 水屋之间不断相连 最后汇聚成露珠弯弯严严地流向低心引力 一个半小时过后 我们都已经整理好了一竹 车内依旧显得有些凌乱 柳如烟在车外轻敲了玻璃 她似乎意识到我就在车内 风吹雪摇下窗户 当柳如烟看到我们坐在后排时 她有些哽咽地问道 锦安 你说的女朋友就是我姐吗 你和我姐在一起多久了 风吹雪的话自自诛心 严格来说是最近几个月 笼统地说是一年前比你还早的时候 所以严格来说 是你插手了我和锦安的感情 柳如烟撑在车门上的手握得更紧了 她愤怒地质问 你们在忽悠我 我对柳如烟摇摇了摇头 我跟风吹雪在一年前的关系犹如网恋 虽然不是通过网线 但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柳如烟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我看到她的眼眶有些模糊 似乎是无法接受 网恋是吧 所以是我让你和我姐两根线成功了 可我从来都没有听你说过 如烟 之前我告诉过你有喜欢的人了 你忘了吗 可是锦安 我从来都不知道是风吹雪这个混蛋抢走了你 我淡淡地告诉柳如烟 曾经我对她确实是真心的 但是她和我在一起 却只是为了故意起她的白月光 甚至为了让一腾成回心转意 带着我去激怒她 最后还逼我向一腾成道歉 我提醒柳如烟 她根本没有资格知道我现在的任何事 无论是说或是不说 我都没有义务 柳如烟有些崩溃的问 锦安 真的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这时风吹雪把一串车钥匙放到柳如烟手中 如烟 我们比一比 我明白自己和柳如烟之间的瓜葛 已经彻底解释清楚了 风吹雪大概是为了爱情也想疯狂一次 两姐妹将车辆驶向一条开阔的山路 柳如烟摇下车窗 她向风吹雪提出如果她胜利了 就把锦安还给她 风吹雪却没有对她的提议做出回应 最后两人在崎区的山路上飞驰 这条路的终点是悬崖 悬崖下是大海 但两人都没有要退让的迹象 最后车子直逼悬崖 柳如烟愤怒地骂道 风吹雪 你不要命都要赢我吗 风吹雪却仿佛没有听见 最终柳如烟先踩下了刹车 这也意味着她输掉了比赛 风吹雪也踩下了刹车 但即便如此 她的车子还是在刹车所暴死的情况下 不断地朝着悬崖滑去 刺耳无比的尖锐金属摩擦声 在山崖上回荡 里面还夹杂着轮胎与地面的 沙石摩擦打滑的声音 最终车子停在了悬崖前半米的位置 如果再慢一秒 也许风吹雪就会丢掉性命 驾驶室内 有泪水一滴一滴落在方向盘上 柳如烟咬着嘴唇 我给你答案 我可以把一切让给你 只有锦安不可以 柳如烟沮丧地问道 为什么 锦安她在我心里不是物品 而且我爱她超越生死 从这天起 柳如烟就没有再出现过 有人和我说她回北城了 人也变得消沉了不少 最后抛下一切 出国深造去了 很快父亲被转到了更好的大医院 还有更好的专业团队为她治疗 而我也和风吹雪牵手度过了半年甜蜜的时光 当我再次以风吹雪 未婚夫的身份拜访风家时 风伯父似乎并没有感到惊讶 他告诉我当年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就看出柳如烟根本没有恋爱的心思 反倒是风吹雪在那几天的举止都很异常 锦安 吹雪能摆脱心理上的枷锁 你功不可没 我给了风伯父一个拥抱 看来如今他似乎已经知道了 自己女儿曾经焦虑的事 这天在逛商场时 我再次遇见了许久未见的伊藤城 他质问我怎么还敢出现在北城 难道不怕风吹雪找他算柳如烟的账吗 不等他说完 那双修长白皙的手臂从身后抱住了我 风吹雪趴在我的肩头 亲爱的 怎么了 我故意指着伊藤城一脸委屈的吐槽 他说你看见我就要收拾我 你真要这样对我吗 老婆 我有点难过了 风吹雪搂得更紧了 他笑着说 别闹了啊 你明明知道我最爱你了 这波狗粮把伊藤城喂的连眼珠都差点掉出来 他也不再自找没趣 假装有事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给了风吹雪一个大拇指夸道 这波我们的配合真完美 可风吹雪却没有松手 我一把搂住风吹雪的腰 贴着他的左耳对他说 老婆 我们结婚吧 风吹雪的眼眶湿润了 他那张美到无法形容的脸上 先是露出一个惊喜的表情 随后他向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笑着哭了起来 梦境悠悠硬窗前 月华倾洒旧食言 空于枕上鸳鸳梦 相思寄予半余年 风吹雪用幸福又哽咽的声音说 锦安 我很幸运能在梦中与你相遇 也很庆幸因为缘分 我们再次邂逅在现实中 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 让我在往后余生能够拥有你